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林诺和爱玛的十万个为什么 大家好,我是林诺 那我要照顾好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的名字呢,是叫爱玛 我们的爱玛呢,每天都有好多个问题呀 每天呢,我都是要跟爱玛呢,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好啦,爱玛,你今天想知道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嗯,我今天,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朋友 有一个困扰,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解决 说吧 嗯,我觉得你应该会知道为什么 嗯,我就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你说吧,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我的,我的抹了果酱的面包 掉下来的时候呢,总是有果酱的那一面会粘在桌子上 这是为什么呢? 嗯,这是一个物理问题 嗯,当你这个抹了果酱的那一面呢 是往下掉的时候,它就会做个圆周运动 然后如果做了一个圆周运动的话呢 它的重心就会往下 所以你的有果酱的那一面呢 相对于没有果酱的那一面 总是更重一些 所以呢,它就会重的那一面呢 就会把它粘在了我们的桌子上 就会往下掉 所以呢,很多人就说 嗯,今天我运气不好 你看果酱的那一面呢,总是会掉下来 其实呢,它是一个物理问题啦 啊,这样啊 那也就是说,嗯,如果我是在这个面包上涂了芝麻酱 也是一样的咯 对,没错 那你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啦 哦,谢谢,谢谢铃罗 看破没问题